大家好,美国的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日前表示 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常态性军售也不再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亲口说的 美国不再视台湾为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这你要分开 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 他19号出席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强化台湾嚇阻能力与任性报告视频发布会 他谈到特朗普政府与国防安全政策上重要进展 有关台湾的部分 薛瑞福首先提到是美国对台军售正常化进展 使得美台可以做合作伙伴 支持整体防御概念执行 让台湾国防部能正常编列预算 也能让中国有条件的了解台湾是美国常态外国军售伙伴 就让中国逐渐的变成什么常态化 让中国逐渐的就是说 你反对,反对但是也常态化了 就是让你自己习惯 习惯化,常态化以后也就正常化 就是他这个目的 薛瑞福期望拜登政府也能如此 我觉得拜登政府应该也是会延续 薛瑞福也提到美国国防部增设了一名主管 中国事务的助理部长 但台湾并未包括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就是说这个部长管中国事务 但是台湾没有划归中国事务 就是台湾单独成为了美国的一个伙伴 他说是由原先的东亚事务助理部长 主管日本、南韩、台湾等盟友合作伙伴 薛瑞福认为这是重要的观念转变 表明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伙伴 而不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 美国是将台湾视为区域解决问题的伙伴 与贡献者 所以把台湾这个问题从中国问题里边 单独拿出来了 把台湾从中国问题里边 至少在美国国防部 在美国国防部还有美国的中国事务部里边 单独把它列出来 台湾未来不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美国已经承认了 已经承认了 这个台湾问题它开始要怎么说呢 要开始和中国问题区分了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值得警惕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常态化以后 会形成一种观念 台湾不是中国的 与中国问题分开了 那就会让台湾进行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国家化 就变成美国一个正常的国家发展 那未来美国制定政策 包括军售可能会等级提高 你记住啊 他如果不考虑中国问题了 甚至中国问题专家都不问了 直接变成自己盟友了 同日本韩国一起来考虑 那就有意思了 那就有意思 特别像一些军售 那未来就要升级的 因为保证盟友和保证中国问题 对吧 看不看中国脸色 那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未来美国对台军售啊 可能会升级 进攻性武器会大量提供 所以一直我在说啊 解决台湾问题 你自己啊 千万别幼稚 你认为什么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像有一些人讲的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未来呢 未来台湾我们是把经济上吃掉 它就完了 是这样吗 美国现在你看 已经把台湾问题 从中国 台湾从中国问题里边区分出来了 那下一步对台军售 就可以不考虑你中国因素了 不用看你中国脸色了 进攻性武器卖了 未来可能部署核武器呢 你自己想一想 台湾问题时间在你这边吗 是不要尽快解决台湾问题 我有时候老是重复说 但是没人听 没人听 都想着核桶核桶 我反对你们武桶 你应该跟薛瑞福说 你跟我说没有用 我只是告诉你 这事再拖呀 美国人在里边 他可以玩弄的东西多了 人家核武器还没动呢 台湾部署核武器 我看你怎么捅 你真得核桶 人家不跟你捅 你也没办法了 时间在你那边吗 我就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希望那帮核桶派自己 看能不能把这话圆回来 另外跟薛瑞福也讲一讲 既然是核桶 你让薛瑞福赶紧吧 不要这么激进 不要卖给台湾武器 跟薛瑞福好好说 别跟我这说 我就说了武桶 只能武桶解决 而且是越快越好 薛瑞福认为 特朗普政府与国防安全政策 做出调整 拜登政府应当利用这一优势 以更具竞争性 与适当的态度面对中国 他也期望新政府 能够继续使台湾 为一个有其自身优势 且值得投资的国家 而不仅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这是薛瑞福的发言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 美国现在 他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在打 之前中国问题里边包含了台湾问题 对吧 看台湾首先得问中国问题专家 他现在不是的 单独拿出来了 我觉得给大家也敲响了警钟 就是美国未来四年 台湾问题上可能会出手更狠 所以你自己看完我今天视频也想一想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 是不是一直在咱们这边 是不是中国未来解决台湾问题 手段更多 能力更强 你千万要考虑美国因素 之前你所有考虑解决台湾问题 合同有希望 经济吃掉的 那都是美国没加进来 但是美国因素一进来 把台湾人家美国现在把台湾单独拿出来了 不放到你中国问题里边了 甚至不考虑你中国想法了 那台湾这个实力和他现在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看问题要什么 要变化着看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是在动态中变的 不断发生变化 你呀之前那种合同的思想 它是一种不变 两边是吧 就是不变 但是现在美国因素加进了 它是变的 所以合同还有戏吗 真的 我一直在强调合同没戏 美国在后面合同怎么能有戏呢 既然梅西都是武统 越早武统越好 不要让美国都准备好了 武器都卖给台湾了 你再打 你再打要死多少人呢 真的 越早解决台湾问题越好 下定决心吧 我也只能在这说一说 我也不是什么中南海的 但是我还是说越早解决 对两岸都好 不要抱着你自己那点利益 最后让年轻的解放军战士 是不是 付出生命的代价 都是最后一战 都得登岛 有时候你看台湾问题啊 哎呀 还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没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强调早解决 越早解决 对中国都是最好的 我之前讲 毛泽东跟尼克松签完那个什么 建交公报 是吧 两边建交以后 中国应该对台湾就下手 那时候对台湾下手啊 美国什么话都没说 你什么后面什么里根呢 不承认台湾是中国 你承不承认我都拿下了 到时候我们两个还一起对付苏联 对不对 他只能吞下苦果 因为苏联对他是最大的威胁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就 哎呀 没有做这个 就下不了这个决心 那个时候如果把台湾问题越早解决 那个时候解决 其实美国只能吞下苦果 台湾就是中国的 中美还得蜜月 就算稍微有一些不好的关系 对吧 骂一骂你 那你又能把我中国怎么样呢 本来我就光脚不怕穿鞋 台湾领土问题解决了 共同的敌人苏联 现在你再看看 美国跳出来玩的才有问题 哎 现在也不晚 现在解决